啊 媽咪好多人 更好媽咪啊 這好多很好 這些粉絲啊還挺熱情 吃個飯都這麼多人 那還不是我們的蘇大設計師 魅力太久 媽咪我好困呀 那就是在做太久了 我想想困啦 那媽咪開個房間 帶你睡覺去好了 嗯 那 零式組盤會呢 让他们等着 你这 相选这次回来我要迷述回 阿车你刚刚看见大门口 这个设计是简直跟大明星一样 那是肯定啊 我们临时都发了好浪的力气 才把这个感觉进过来 你不是一会儿想要见她吗 一会儿就可以了 阿车你真好 你刚才想多学点不一样的 這樣才能做好你的行為注碼 你啊 就是想問明天給你設計珠寶 是不是哎呀 人家就買買買這麼一點點的小孩好嗎 這個設計是好大的威風啊 都遲到十分鐘了 方數理打個電話問一下 吃 進去個新闖店 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車了 才五分日到了 啊哎 蘇淺淺 你沒死 喊那麼大聲音生怕別人不知道 你五年前幹了什麼好事 你竟然 叔叔趕緊直接殺了你 好 張雪 咱們五年沒見了 哎沒想到這幾年 你的素質還那麼令人可憂啊 瞧瞧 回來要做什麼 你又要互搶男人嗎 你為什麼要回來你說啊 想知道嗎 嗯 你擦呀 哈哈哈 你為什麼要回來啊 走吧 蘇淺淺 蘇淺淺 你怎麼不一樣呢 真的是 沒死 沒死 我知道我沒死讓你們很遺憾 不過你和你的小嬌妻 能說的不一樣嗎 那這五年你都去哪了 我來做 小東西 在這 哇 你原來一回來就上九年高男人 還是帶著個孩子 蘇淺淺 你怎麼跟以前一樣砸了 你看你我媽幹 你怎麼跟以前一樣砸了 當初是誰跪下來求我藥的 你幹什麼 我幹什麼 你管得到嗎 知不知道你做的事情足以讓我送你一份律師函 知不知道你做的事情足以讓我送你一份律師函 大長 看到沒 他只不過是被我一心 你 而且 宋千先生他怎麼突然回來啊 他不會想報復我們 搶你走吧 他跟你根本比不了 他只不過就是一個嚮巴了 不管他再怎麼購你男人 都沒有辦法拍成指頭變瘋狂 好啦 收拾一下心情 國際證明設計師馬上就要來了 並因為不好的事情 影響了自己的形象 林總裁 李夫人 設計師已經到了 嗯 又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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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起知名設計師就是你 還真是一種好菜啊 嗯 不不可惜了 你倆胃口都沒有 你倆胃口都沒有 林總裁 這就是你們的合作態度嗎 總學 都欠了 明明是他 罷了 既然林總裁 不歡迎我 那我走就去 不過我倒是希望林總裁能給我一個說法 畢竟 做了自己的未婚妻這樣故意傷害 真的不是一個好東西 說這件事 林總裁 你這是何意啊 剛剛實在不好意思 我替我未婚妻向你道歉 你看 咱也要不要先坐下來想他 不必了 明天我就去發布會 取消了 你怎麼會這樣 阿川 難道要去追他嗎 張秀我告訴你 以後你少找他 蘇淺淺 這次我要你不得好死 要你查的事查到怎麼樣了 林總 蘇淺淺他 他已經結婚了 嗯 你是說他跟我離婚之後又結婚了 是的 真夠賤 當初還說愛我 恨不得爬上我的床 那林總 那我們和他的合作 你有沒有腦子 肯定是要繼續合作呀 我們宣傳的話都已經放上去了 如果讓媒體知道我們單方面和他解約 那林氏集團的門面何在 是是是 開車 去促進檢查 小朋友 多大了 五歲 五歲 小暖 媽媽有婚人 林大總裁 你來幹什麼 這裡不歡迎你 我兩個 我是來道歉的 之前是小學做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 還能繼續 如果你真的是真心來道歉的話 就是章雪親自來 現在 你滾出去 他說說滾出去 五年前 難道是五年前那天晚上的 您就是 林先生 您好 那是我們的孩子 小女 誰允許你跟他結婚的 切人還是切人 注意您的眼神 警方 送客 走 小朋友 都大了 五歲 總裁 啊 查看怎麼樣 總裁 您的前妻輸錢錢 他曾經在法國生活 也就是將與集團合作的設計師 錢錢 他這幾年啊非常著名 但是那個小孩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繼續查 查不到的嗎 你做的 媽咪你怎麼了 怎麼了 媽咪 你哭了 誰欺負你了 我幫你欺負回去 就算結封叔叔也不行 媽咪沒哭 可能 只是剛才 風把沙子吹到眼睛裡了 來 小的 別擔心啊 結封叔叔也沒欺負媽咪 媽咪 今晚陪我睡好不好 好 今天晚上啊 就給小嵐睡 結局 緊握在我手心 時光 縱縱卻 沒有一時 過去 嗯 姐姐 你推掉了所有的活動 那麼回國還有什麼意義啊 而且 你怎麼把林氏集團的合約也給退掉了 你不是 一直想找那個男人報仇嗎 小仙 報仇呢 是次要的 讓我好孩子才是最主要的 沒了和林氏集團的合作 還不大把公司找我的 算 至於 林氏和江雪 到時候再說 可那是全國數一數二的林氏集團呀 這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報仇機會 難道這就算了 這可是能接觸到林氏嗎 林氏來了 好 香暖 給你開心目 嗯 臉方叔叔 這畫真漂亮 不過沒有我媽咪漂亮 金鳳哥 你來的正好 趕緊勸強我姐吧 他剛把林氏集團的合作啊 也退掉了 不論淺淺做什麼我都支持 你喜歡就好 謝謝金鳳哥 只不過我直接毀掉了和林氏集團的合作 擾亂你的計劃 實在抱歉 你想做就去做 還有小朋友在呢 你們兩個 注意點 我母的眼睛絕對不恐怕 哈哈哈哈 林氏你幹什麼 你怎麼可以這麼不要臉 快放我下了 賢錢 你最好不要在我的懷疑亂動 你別忘了 cupcake 原來還沒 我的條件 不是林大總裁 要和我聊什麼 即 Coalition 江雪道歉的話 你還真是一想天堂 千千 當年的事情我們讓你好好談談 我和你沒什麼好談的 我跟你也沒什麼當年 你和江雪才有滿滿的當年 不是 千千當年這是 你還真是沙灰苦心啊 把我約到這裡來 不就是想讓我原諒江雪嗎 並且繼續有臨時疑犯合作 這麼多年了 你還真是一點都沒變啊 蘇淺淺 你正在這裡勾搭凌晨 你還真是下賤 江雪 是誰告訴你我在這兒 千千 怎麼 你又要和他在一起嗎 你對得起我嗎 江雪我告訴你 你就安分守己的 做好你的未婚妻就可以了 喂 我讓你調查的事情怎麼樣 小寶貝今天晚上過來呀 我告訴你調查結果 那見女人沒結婚 孩子是不是親生的都不知道 他背後有人照著 他背後有人是誰 他背後有人是誰 你也著急嘛 現在咋是 不過我已經安排人家查了 還是民謀是嗎 還是好哥對我最好了 哈哈哈哈 總裁 你讓我調查的東西都在裡面 贏的前期輸錢錢啊 是國際頂尖珠寶設計師 這些年啊 和霍景峰一直生活著法國 對資料顯示啊 是霍景峰的妻子 但查不到登記信息 還有呢 熟小卵的出生日期不詳 但按照現在的年齡推斷 應該是五年前晚上 年前 霍氏集團 霍景峰 你確定嗎 是的 總裁 我知道了 去吧 你究竟想要幹什麼 你到底是誰的孩子呢 姐 您是集團那邊的合作 實在是退不了 包括公司 你給我開始時間壓力 實在堪不住的話 就繼續合作吧 姐 你是說真的 你真的願意繼續合作 那這樣 你和凌晨見面的機會 就會多很多 我不能太自私了 錦峰哥呢 要回家接手回家集團 我總不能因為自己的心情 而破壞了他的計劃 我可以幫你 沒事了 你呢 幫我跟林氏集團約清約時間 媽咪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嗎 我可以把握 好 臉書 你錯了 你別生氣了 除了蘇淺淺 我還認識其他的設計師 我幫你找 要不是今天你趕走了宋千千 我和他早就合作傻了 我還能趕在 凌氏集團新品發布之前你知道嗎 蘇淺淺 你的小三還敢打 想跟我搶阿神 做夢 保鏢呢 保鏢是 跟你們一百萬 不管把他們給我打成什麼樣子 給我打 入手 你這個醜女人老巫婆 敢欺負我媽咪 我要讓你好看 你這死者還弄成個婆了什麼 好噁心 你這個不要臉的女人 還敢傷我媽咪 我要讓你長生蜘蛛和螞蟻的厲害 螞蟻蜘蛛 我給你們兩個兩個 給我打死一個小孩 楊珍你幹了 凌晨 你別碰我的女兒 管好你的未婚妻 現在連這麼小的孩子也想傷害 對不起 倩倩 林總裁 你可是有未婚妻的男人 請不要叫我名字叫得這麼輕 還有 我今天是來林氏集團簽約的 林氏集團就是這麼招待貴賓的嗎 林總裁 重期傷人可是要坐牢的 需不需要我叫警察來 教教你的未婚妻該怎麼做人啊 楊雪 你知不知道自己剛剛在做什麼 你為什麼當成那麼多人的面 打一個女人跟孩子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我不是故意的 你別碰我 是他木屋 我身上現在滿有個蜘蛛的 現在環繩多養 你們是他媽媽的合作 你為什麼要宣我呀 除了蘇先生還有其他的設計師 你非要跟他合作嗎 姜雪 你怎麼還不知道自己的錯誤呢啊 你是姜氏集團的千金呢你 林總裁你們兩個人吵夠了沒有 今天的約 簽還是你簽了 蘇小姐 我們簽 我們走 喂爸 你怎麼搞的 我告訴你啊 咱們江是需要零四季他的主子 要怎麼做 不用我教你了吧 還有 蘇先生那個姜氏他沒死 他帶我的女兒回來 什麼 沒死 你們當時是怎麼做事的 所以我贏有什麼用 趕緊出風格回來一下 喂 親愛的 我讓你辦的事情辦的怎麼樣 我們今晚見他 蘇芊芊你個賤人 我要讓你為你所做的一切 不是大家 謝謝 小姐 合約已經簽完了 要不我們一起吃個飯清楚在怎麼 林總裁 你呢是有未婚區的男人 請不要叫我叫的那麼親密 還有 你管好香血就行了 吃飯見面 哎 謝謝 讓開 快叔叔你讓開你要欺負我媽咪 怎麼 你現在是在替江雪報嗎 你們欺負我也就算了 現在連我女兒也要欺負嗎 我就是想問一下 小總他到底是誰的孩子 我早就說過了 這是我和霍景峰的孩子 我再說一遍 管好你的未婚妻 讓他不要出來傷 林大早才 你 又有什麼問題嗎 你還是好好想一想 剛才的事情 怎麼才能給我一個完美的 那你說我要怎麼做你才能買 這樣吧 你呢讓江雪 給我下跪道歉 怎麼樣 好 我答應 景峰哥 好累了 走吧 走吧小楠 蘇小姐門外有林先生和焦小姐 還讓他們進來嗎 讓他們進來吧 合約不是已經簽過了嗎 難道你們又想來欺負我們 約了兩次 不姐姐 這次我帶江雪來是來給你道歉的 道歉 好啊 下跪道歉嗯 下跪 我什麼時候答應給你下跪了 為何能出去見人 下跪越到過分了 你看我能不能壞你嗎 是其他的 好啊 我跟江雪呢之前也算是閨蜜 我們要求很簡單 既然我已經跟林氏集團簽約了 那麼 需要一個重度 而這個助理必須是 江雪 只要呢他答應我這個條件 我可以當簽約當天的事情 沒有發生 我可是堂堂江家大小姐 怎麼可能給你做助理 那就是沒得談了 你們兩個滑住我家 姐姐 下跪確實我的話 過分 看來林總裁是想用法律解決這件事情 我手上不是有當天天皇上 阿成 你幫幫我 你跟他說說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姐姐先 別報警吧 讓你太太做助理不願意 我現在報警你們又不願意啊 啊不 姐姐 我想你誤會了 江雪他他他他不是我 阿成 我是你太太 你說要我的對嗎 我們倆聯姻已經是板上釘釘了是吧 姐姐 江雪他真的不說 這一點你要相信我 相不相信你又不 你跟江雪是什麼關係 我壓根不想知道 做助理跟下跪趕快選擇 沒那麼時間來 蘇淺淺 給你下跪道歉 蘇淺淺 你我的不死 會休 姐姐 我聽保姆說 林辰他們來了 他沒把你怎麼樣 為什麼 你何必這樣呢 你給我回法國 你不要報仇了 不過金鳳哥 我這次回來 就是為了讓林辰和江雪 常常我當年受的苦 我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他們的 媽咪 小龍一定會給你報仇的 不管那兩個壞蛋 我聽說這附近好像開發了一個新的景點 我們 要不要散散步去 好呀好呀 小龍大家家裡都快發言了 媽咪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嗎 好 都聽你的 帶你去吧